花莲文化局226号起封闭花莲铁道文化园区进行整修 预计将持续到3月底 而原本每周六上午在花莲铁道文化区二馆 带来新鲜农产品展售的有机农夫花莲好市集 2月开始每周六暂时迁移到花莲文创园区中华路前广场 喜欢新鲜蔬果产地直销的乡亲不要错过 聚集多位花莲在地农友产地直销的市集 花莲好市集原本每周六上午在花莲铁道文化园区二馆 进行农产品展售 因花莲文化局2月6日起封闭花莲铁道文化园区进行整修到3月底 在其成文创股份有限公司创办人赖冠宇协助下 2月起的每周六上午9点到中午12点 将占时间移到花莲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中华路前广场和乡亲见面 我们这边的消费形态都是家庭主户 卖蔬菜为主 蔬果为主 然后大家会很担心 可是当初我们是透过朋友 然后再转转来捡了这个地点 那刚好也是因为我们这边设计找一些文献比较强的帮忙推广 如果当下有了一件农屋链留下来 那我们也希望说他也可以留下来 那可以拓展另外我们市集的资脉 那我们在这边大家联系三个礼拜大家都觉得还不错 花莲好市集从2010年开卖至今已卖上13个年头 从民意国小铁道文化二馆一馆到自由广场再回到铁道文化二馆 历经疫情等冲击 仍有固定在地农友前来摆摊 和乡亲面对面互动 交流分享正确农作物讯息 好市集的终止是回到食物本身 也期盼有更多新血和花莲相亲用行动支持在地小农 记者长邦愿 花莲师报导 好市集的终止是回到小农